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范瑞姐的异想世界 眼看的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上班 我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已经都放假了 那该放假都放假 现在应该是返乡的车潮早就已经发生了 那么也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这是我们在春节前最后一次的播出 那今年这个最后一次我们收官的来宾 贵宾你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我认识他从今天刚刚一聊聊了一下 他第一次来上我节目到今天已经18年了 15至18的 对我竟然在这个播音间里面跟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 已经有18年的情谊 而且其实好可怕都是年初 然后每次讲的年后放录音带 然后再来再来 听到没有 好可怕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命理观察师李昭颖 赵颖好 方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边跟大家先拜个宝 早年新年快乐 胡福山峰 赵颖家学渊源功力深厚 那早年他刚来的时候 我就是考他 年初你讲 今年会怎么样 年底我们就放个录音带来听听看 你讲的是不是对 还好分数都很高 分数都很高 来今年马上我们要先面临到新的一年 我想你在广播不同的行 不同的媒体当中 你就会看到常常看到李昭颖非常火药的在发表他的一些的观点 好 那我今天特别是请他来 是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人类台湾的各位朋友 包括这个大家在听众各个各样的人 我们都是这样 疫情 我们要跟病毒 我们的未来人生 我要做什么投资生意 我怎么评估我的未来 我的孩子 我要戴口罩戴到什么时候 过去的岁月回得来吗 这个大的趋势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所以我今天特别 请我们领召一大师 好不好 来为我们做年初的 的一个开讲 然后来做个预测 来赵颖 我来先问一件事情 是 对你来讲 这个病毒是人工还是自然形成 我觉得两者合一 你觉得两者合一 我觉得应该应该实验是有它的责任 因为像以前的SARS的部分 我们就会观察到说SARS的病毒 它的结构太完美了 是 而且他们在做COPIN跟SARS的比较的时候会发现有一段的精绪是相同的 是 所以有可能是他们想要做某一种企图结果擦枪走火了 是 对 因为在COVID-19开始大量之前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那个非洲猪瘟 是 对 然后后来就没有非洲猪瘟 没有 那时候 不是什么什么 什么小金门来讲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那那时候呢我们就去评估说 因为邵康杰命理的大主师邵康杰 他发明了像美化艺术啊 紫灰斗术啊 铁板层算啊 等等之类的 他在他的著作中黄极金事 他就写了他之后的一万两千年的人类历史 他预估了一万两千年的人类历史 然后呢在2020的时候呢 他每年会给佩一挂 像我们十年挂的古挂 山峰古 古是什么意思 古的古代人下古 养古的那个古 OK 就代表大家都在自己的那个领域里斗 斗 所以就发现说小圈圈的斗啊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好像很OK的政党 又夭折啊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 没办法 斗不赢那些已经在那个 从民国就开始 这些老的那个古筒里面 斗不赢啊 那你还是要看到中国跟美国斗啊 是 全世界都是 北韩在跟美国斗啊 对不对 其实还有更多 欧洲最近又出事了 是 还没还有更多这样子 那那时候他每一年都有给一个挂 像那时候我们19年 就会预测20年嘛 20年的挂叫做地火明一挂 地在上火在下 那意义上是说太阳掉到地上了 大地一片失去 大地无有光明 一片黑暗 一片黑暗 那时候我们就在思考 我有跟韵芬姐同意说 这是什么事呢 是战争吗 嗯 外星人吗 灰星撞地球吗 嗯 什么样的状况变成让大地一片黑暗 大家都无法动弹 嗯 就我是COVID-19 COVID-19 对呀 那时候我们就评估了 就说 嗯 有可能我们到 大家说 那2021年过完之后啊 会不会好一点 我说 还会有COVID-19吗 我说 嗯 不会 他说真的吗 我说 对 因为我们要改叫COVID-22 要叫COVID-22 对 这是跟那个手机改版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你会发现他在整个的一个防疫措施跟一个路线会不一样 比方说两剂的一样突破性的感染 嗯 然后呢 他的一个社区炼细胞细胞防疫那些东西都会发现说跟你之前的评估通通不一样了 思维也改变了 所以就变成大家都已经心里有个预期就说我可能要每一年都打了 可能要一年四季都要打 对 然后变成他现在就从六个月三个月就说 每一季打一季 对 然后再来呢 他也弄到了一个比方说 嗯 混打 那你是先打什么的不能打什么 你是打什么必须要打什么 这叫鸡尾酒疗法的疫苗打吃打法 我们就头很痛啊 头很痛 就弄到觉得说第三季要不要打不打 反正我出国好了 哈哈 他现在不只是出国的问题啊 像我最近有一个就是客户他办尾牙 他发出的通知就是他所在的尾牙的地点 那是世贸不知道是一馆还是二馆 他要求所有入会者必须有施打过疫苗的证明 至少一剂 他才让你进去 如果你没有施打的话 当场要做核酸检测 嗯 就到这种程度 你想想看 在如果再往下走的话 施打疫苗成为一个叫做常态性的 对的一个证明 你必须要拥有这个证明才可以处理 好 那我们今天现在跟我们这个 这个多年的好朋友命理观察师 呃 李招颖在聊到这事情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讲 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疫情会对整个人类 嗯 从不同的命理学挂项 还有他刚刚跟我偷偷跟我讲说那个印度神童 好 他的一些 对 他的一些印度神童 他的学理根据 好 等等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一响一世间 我们今天跟命理观察师 李招颖 招颖老师呢 一起来预测我们未来的一些状况 那李招颖这个嘉学渊源 事实上他刚刚提到说 在2019年的挂还是就地火名义是在20212020 2020 2020的地火名义这个挂代表太阳掉到地面了 天上暗淡无光 后来证实了这件事情是因为整个地球都因为COVID-19的关系 那2021年 2021年的直年挂是山火笨这一挂 那解为小胸代表的是华丽好看表面 但表里不一内里空虚 所以那时候我讲的是说好的要低调 然后呢一些演艺人员的婚姻啊 外遇问题啊这些会狂暴不已 还有一些小朋友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在2021这一年的部分呢 他很多艺人离婚 是 而且非常的精彩 是 从江洪杰的格差婚啊 然后王力宏的 是 这一些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还有比方说 师父父父母啊 还有像森林大伙 林瑞阳 赵薇 那个谁 张婷 彭帅 大哀死 对不对 彭帅 这个新闻一个一个来 大家都应接不暇 那时候他们不是很懂说 或有些家属来找我说 我的家人在大陆 那突然就失联了 然后查那个犯罪报告 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那怎么了 我就说 不要问吧 不要问吧 他们叫做双规 双规 就是把你给软禁了 但是给你很好的生活条件 可以吃很好东西 然后一个范围给你运动 什么东西都会有 就是不能对外联系 就不能再联系 因为你可能就是 某一个形式事件的断点 对对对 他把你排除在这个东西之后去追 去追 而不是你有 你有 你有那个罪 并没有 不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 如果照这样的话 那2022年 2022年会是什么 明年 2022年 通常呢 它是我们讲有64挂 然后从 上上不是 从那个 朱熹的64项取挂 各位我们可以知道说 水火记记挂 理论上是最好的挂 对不对 明年是水火记记挂 对 但是问题是 你是水强还是火强 对不对 水强 那火灭 火强水干 OK 这就是一个 什么样的平衡 所以呢 我们会说 这个是一个小极的挂 为什么 小极 初则极 我煮东西 我把东西煮熟了 对 我就关了火 我去用水跟火的力量 去得到我要的 是 良 跟生活所需 但是我如果继续放 放了很多的水 结果最后 这个水也烧不开 对 或者我不放水 一直加火 那个锅就受不了 对 所以变成呢 它前期会是一个 初则极 中则凶 嗯 所以很多人在上半年呢 因为 呃 2022年是所谓的 任饮年 那任饮年是 沐浴太过的年 那沐浴太过 就会发现说 有几个状况 一 明年的植物会长得 非常的好 植物 对 所以变成说会大丰收 嗯 但现上半年 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通膨啊 什么小麦啊 稻米啊 然后什么很贵 在明年的上半年 渴望缓解 嗯 但是如果 大家有便宜的话呢 下下半年如果 不这样能放的东西 还是要先买起来 OK 嗯 对 所以对我们生活需求当中 做生意的人来讲 投资的人来讲 开店的人来讲 嗯 对不对 好 像我那时候就讲说 2021年的上半年是呃 烧音 泰音撕土 撕天 然后呢 太阳寒水在泉 就代表说 我们上半年会 很湿但干旱 嗯 然后呢 下半年会冷 而且会雨 嗯 就逢雨就冷 然后很多地方会 呃 森林大火 跟火山爆发 跟淹水 嗯 那果然就一一一烟 对 然后可以讲 可以讲疾病吗 当然可以讲 呃 因为今年两颗雄星 在最后的这个月 是从1月的7 6号到2月4号 已经大年出事了 嗯 会暴情流感 哦 那 呃 国外已经进来 台湾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的家里习惯 是拜拜要有什么鸡鸭鹅的 现在赶快买起来吧 好不好你可能 怎么买起来没用啊 我我存不了啊 对啊 冰箱啊 嗨 冰柜啊 要不然其实 你到时候可能就买不到了 要不然就是很贵 你讲情流感 我心里面就有一个 很伤心的往事 就是因为呢 我很喜欢吃鹅肉 嗯 但是因为情流感 消灭了台湾所有的鹅 嗯 所以有一大段时间 台湾所有的鹅肉店 卖的都是鸭 鸭对 对不对 对 就很少很少 在吃到鹅肉了 跟我心中 这么爱的鹅肉 这个 好 分离了很久 你现在又在讲的情流感 又来了 甚至不知道是谁 好 鸡鸭鹅 对啊 会飞的都会掉下来 我们只能说会飞掉下来 因为 迅宫的部分 二黑五黄并心入住之后 就代表说 跟这一宫有关都不好 岩翼 幼童 幼童 脚翅膀的 会飞的 演艺 长翅膀 幼童 这三个 对 所以你表示说 今年还会再爆发演艺圈的一些 还没啊 今年还会有 还会有啊 对啊 只是 他们是要过 像那时候 我们讲这个的时候 是在 我不知道范大哥 有没有影响 那个 陈冠西事件 嗯 那时候我们看到 前几张 赵宫 我就说假的吧 因为那时候跟整个苹果啊 一周刊都很好 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内部发 然后越看就越不对 因为那时候 我们那些记者还在看 像说 那个 冠西陪你过新年 嗯 哇塞 结果 你看他毁掉多少艺人 是 那好不容易 那他们的经纪人就来台湾找我 我们就 努力的把听话的谢凌峰给救起来 嗯 所以谢凌峰就 后来就翻身了 他就说他是一个好丈夫啊 是啊 是啊 这是我秘密的啦 哈哈 我就秘密的教他一些方法 那你觉得王力宏可以再起来吗 有机会的 你也觉得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你跟我看法很像 嗯 因为 呃 他处理的虽然慢 但后面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只要女生不要再 那他其他那些人不要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会各自红 会在各自走出各自的路 是 因为李静蕾的部分 我觉得他 很厉害 好 很厉害 怎么厉害呢 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 嗯 欢迎你回到发生机的意想世界 我跟赵颖呢 这个我们命理观察师 我们相识了十多年啊 就一转眼快20年的时光 嗯 那我其实多年来看到赵颖对于 时事的分析跟判断啊 都有他非常独特的 这个 这个论点跟准确性啊 他刚我们刚聊到 我们大家都最近很喜欢听的议题 就是李静蕾跟那个王力宏的事情 那我也觉得王力宏应该会再起 会会 你看罗志祥都出来了 哎 我跟他们俩不太一样的 两次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逻辑啊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必赘述啊 因为等到事后可以看到 但是至少知道李静蕾 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女性思维的时代 他有一个范儿 有一个范儿 对不对 这个范儿就是说 哎你看这里是一个典范 是一个示范 这是一个模范 类似这个模式 这个板块出现 这个模板出现了 所以叫李静蕾现象 还是出现了 那当然 这个大量的媒体的报道 以及会来李静蕾自己的 一些所作所为 跟他的一些想法 他基本上是会一直不停的影响 但是大致来看 他已经建立了 是个很有思维 很有逻辑 很有想法的一个女生 是不是 大家就说他是雷神 雷神之锤 是 对 这网友给他的逆称 对 好 但是你刚刚说到演艺圈会有大量的 还会有继续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还有过世 比方说陈生勇大哥 对 然后还有像 还有校外管校园 所以其实我在国外朋友随时update说 有一些学生只是在公车站牌等公车就被扫射14枪 然后中7枪死亡 然后哪些学校枪杀 因为疫情关系全部都盖掉了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发现的是说 这一次的那个Omicron的部分 他感染的通常都是小孩子 嗯 学生 嗯 所以你看现在的那个新的那个传播链 两个学校 是 是 是 所以影响最大会是孩子 嗯 有一些考试的制度跟上学的一些方法 像在今在今年之前我不会 我搞不懂线上上课要怎么教 嗯 但是我线上上课觉得 哎好方便我不用出门 是 那个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始教教课 是 对 这就是我也是因为疫情来的关系被迫 在家待了五个月 然后呢要被迫学会在线上做所有的会议 对 沟通 谈判 做所有的提案 线上被逼迫的 而且有好多 还有好多工具 什么那个 网美灯 什么 Webax 然后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Google Meet 还有什么 全部都要用 对 那当然这个所以说 呃 我想大家也都 因为这个疫情而学会了在 自我的虚拟世界里面 线上在云端 在工作 好 是 那个 赵尹 我们刚才有提到四个字叫印度神童 对 他在 对阿南达 他在网络上每一次发表看法 都是几千万人 在那边朝圣的东西 只有台湾吐槽他 只有台湾的酸民在酸他而已 台湾酸民我们就不提了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说 印度是一个不亚于中国的古文明 是 所以他的张星学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像比方说那时候他说火土盒在五月 所以呢大家都要小心一些 然后就有国师出来说小小先生那个火土盒每年都会有啊 嗯 可是问题他没有去思考过说 他跟其他行星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相味 对 我们叫做优感 形成了什么样的优感 比方说我所有的行星呢 我的日月经木水火土 罗侯基督不算 只分在三个宫 嗯 所以这三个宫看起来就像一把三叉戟 嗯 是代表说啊我李娇颖 我是三叉与瑜伽的人 嗯 所以呢我讲话就像三叉戟一样 嗯 会去伤到别人的 嗯 所以呢建议我就是话说一些 然后举起我的标志 然后呢不要出口伤人 他就有很多 还有五伟人瑜伽 还有什么 在这一盘呢 同样这个火土盒在武功的时候呢 我们只看单纯的命盘吗 不 单纯的命盘叫D万盘 嗯 我们要再去看D九盘 这叫分盘 嗯 还要到D六十盘 D六十分盘 也就是说两颗星在一个宫位的看法有六十种 这就要请老师来解答 但是你刚刚说那个印度神统 他有来自于他的这个失传 你说他最近还到他学位是不是 他们是真正的印度占星学校 嗯 是有学位的 他是不是学位 他是费头财政专心的专家 所以他表现出来说叫印度神统 因为我们我们在台湾得到印度的新闻资讯 对这个国家的perception 都是说这个国家很脏 可是 恒河乱洗 然后呢 很落后 然后到处都有妇女被那个性侵强炮 对不对 这个国家是这样给人家这种印象 然后跑出个印度神童 第一个小孩子 对不对 既然叫神童嘛 很年轻 那你们有看到他额头上有画图文 是他有图文嘛 所以他我们可以代表知道说 他是属于婆罗门阶级的孩子 是 所以说啊 第一个 这个台湾的酸民说那是小屁孩 孩子怎么样了 对不对 很多人在这样 我就很想说 那你14岁你在干嘛 人家李昭颖14岁之后就已经学成了 14岁我就开始教书了 就开始教书了 对啊 就是看有没有天分的问题嘛 或者有没有努力学习的问题 对不对 那他确实在财政专心有他 他很厉害的一套 至少他目前的预言的准确率 不敢说百分百啦 八九成一定有 一定有 好 我们回到一个最重要的正题 就是明年干照 那个李昭颖说的 就是上半年可能会看到 不错的状态 对 但是中段 可能五月六月 七月的状况 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情况 半年后 所以因为上半年好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这个时候我就要再 放松紧接心 医住我的资金 去扩大后干嘛 可是 因为 2023年 叫做水火未济的挂 哦 2023年叫水火未济 水火未济就是 我已经弄好了 对 就停了 停在这边了 但是 2023年 到2022年中间呢 他会有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之后 再重构 会分崩离析再重构 所以会变成说 他就是先建设 后破坏 OK 再建设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它跨度是从 2022年到2023年的话 应该就是先建设 后破坏 再建设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看短线 对 要看中长线 对不对 那2024呢 2024哦 2024 会跑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的派别是三元九星派 那八运的部分是所谓的2004年到2023年 是 所以2024年已经进入了九运了 九运了 对 那九运会跟我们现在一个很夯的议题有关 叫做元宇宙 OK 因为他要的东西就是 虚拟的 光线的 美观的 华丽的 然后是 没有实体的 嗯 所以像游戏业啊 像什么 呃 cosplay啊 像一些 像一些运动啊 像一些东西都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实质的 就像我们当年看比特币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 对 现在虚拟货比已经非常兴旺了 是 对不对 就一样的道理 到2024年的时候 这些元宇宙的元素会更清晰了 对 我这样讲没错吧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甚至可以 有可能比方说 以后远距就是大家都在远距 然后我设定码之后 我有一套课程 我把它做成了那个NEF 是是是 然后呢 大家就戴上眼镜 对 好 我跟你讲说 这个就是那个 呃 什么样的风水 来画一下 对 一座山就出来了 山了 画一下一座河就出来了 对 所以大家就在家里看到 老师在那边 跳来跳去 然后拉出很多的线条 然后什么的 对 就是很想课啊 是 那这个看起来做老师的人 也要学会很多技巧 我觉得很多 很多很多 我这次也学了很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当然要请教张晏老师 就你刚刚前面 我们说了很多的铺陈的东西 而且未来东西 对一般来讲说 大众的心态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面对 未来的两年 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 就是该冲的冲 还是该保守的保守 还是就任凭自然 随着感 跟着感觉走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姐一想世界 那跟今天跟我们的 命理观察师 李昭颖 我们在聊到 未来这一两年当中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 来面对这样的一个 奇特 而变异的时代 你当然在网络上 你看到印度神童的 一些预言 你也看到很多不同的 命理老师 星座专家 有多种看法 那李昭颖 今天要跟大家 来做一些建议 在未来两年当中 你从学理的观点来看 从不同的这个经 或不同的方法来看的话 是怎么去处理 好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地母经 在2020年的话 他写的就说 太岁根子年 就是去年 然后呢 前年的 人民多豹竹 春夏水淹流 高田游几半 是非常准确的 开始人有一些 暴毙的状况 暴毙 好那 地母经怎么来看 2022年的部分呢 我们就不去看 他的考证了 我们就直接来看说 他在讲什么 2020年的 地母经原文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 太岁任宁年 高低尽得风 这是2020多少年 22 22年 对22 好确定一下 22 春夏成甘露 秋冬处处通 不错啊 商熟 残商熟无地 古脉溢江东 商业不胜贵 残思却半风 更看山丘里 河岁 河岛岁重重 人民衰复乐 六处尽遭凶 就有吉有凶嘛 听起来 大概有说 明年的那些 商业啊 拓业啊 都不贵啊 养殖这些残啊 有的没有啊 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 你做出来的成品 好像没有那个 我们讲说 粮率不高啦 粮率不高 应该这样说 古代不会这样讲 对 然后呢 那人民衰复乐 但六处尽遭凶 就代表说 对于动物像 动物性的传染病 或者针对动物的 禽流感啊 你刚才说的禽流感 这个是 对 然后他还有一个补文 叫做 虎手直睡头 处处好甜愁 商妥夜不贵 残娘免忧愁 嗯 OK 这个就是 帝母经 讲的东西 你把它翻成 大家对这 明年 这个2022年啊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 来面对 好吧 翻译 讲给他 恕其位而情 不愿乎其外 大家都在讲 斜杠斜杠斜杠人生 嗯 那在2022年不是一个好的斜杠的时机 并不是 也不是一个出来创业的时机 也不是 而是你必须要在上半年做完一个 除备 叫做蓝图 一个 或者是用一个东西去叫牛刀小事 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如果你上半年很顺 那件事情再挂上来看 要小心下半年会主事 原来上下半年就是打乱 打乱 对 23年就是要乱到一个重建去 过渡到24年的九运 刚好台湾 这个明年也要开始进入选举年 也是一个大乱局的重整 如果像范大哥有注意到 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 老厂牌 或一些公司好像已经悄悄的换了招牌 换了颜色 比方说 台湾大哥大 有没有注意到 把他摆是白色 然后飘飘 现在改成橘色 然后有一些集团的一些商品的主logo 什么东西全部都变了 CI都变了 他们全部都在 全部都在waiting 全部都在等待2024年的一个新的开始 2024年了 对 所以他不会一件事情 他不会突然过一天 那一天就突然变了 他一定是有循序渐进 2024年又要选中 那23年就很重要了 所以大家要平安度过 这样子 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过去这一年多 看到COVID-19带来的冲击 我们自己做商业规划 跟商业判断的人 当然我们不是像 赵云 我们有什么 可以有什么补卦 什么来讲这个事情 但是从商业的逻辑来判断 我们在这些年 大家是不是觉得 你的大脑的思维改变了 你过去不敢面对的事情 你都必须要面对 是的 你必须要知道 你在居家跟家人相处 长时间 过去你把小孩丢到 这个幼幼班 怎么老师 或什么课后辅导班 那丢进去 没有了 你去年 是不是大家都面临到 跟孩子相处 很长的一天 对不对 24小 很可怕 突然之间觉得 对 跟另外半个小孩相处 对不对 然后你所有的商业购买行为 饮食习惯 都彻底的被 叫什么 再重振 我以前有那个 Uberley跟那个 Foodpanda 我就觉得说 我不可能去使用这个服务 对 天知道啊 我现在五六百单了 拜托 对 拜托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刚好我爸妈 相继受伤 骨折 OK 对 我就连续两三个月 处理他们的 而且 防疫期间很麻烦 第一个 他现在 病患进去 他先做那个核酸 然后我们陪病人 他等确定说 有开药房 有病房 然后才会叫我们陪病人去做 那个核酸 你看 我们连医院里面 照顾亲人的权利 跟能力 对不对 都彻底要被改变 对 是不是 而且然后 病人已经OK了 还要等我核酸 六个小时出来 你才能够 而且 而且 留官区 急诊室 很可怕 连椅子都不会有得住 是 很多的 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 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其实也 也培养了一些 那个新的维生能力 是啊 是不是 像赵云说 你要在线上 我也是在 在线上学很多东西 当然我们今天不去勾勒 那个细节 但是 我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对不对 就是说 我刚听你玩之后 我自己的心理的想法 就是在 2022年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积极的布局 保守的经营 对 没错 对不对 积极的布局 就是我很努力的 过去 我可能 没有办法 这个 可能 做一分准备 今年要做 三分 四分准备 多做一点准备 但是 但是在 周转跟资金 在那边就要抓 非常非常低 而且不想 不要去碰触太多的风险 没错 是不是 所以其实 他的部分 有一点 他是 太阳向火失天 上阳向火失天 然后 绝运峰墓再全 所以代表说 下半年就像龙卷峰一样 到处 破坏 这样子 所以就是能撑过 2022下半年的时候 你就拿到了挑战 2023年的入场券 是 然后拿到入场券之后 你就会去重新 堆叠出 2024年开始的 20年大运 20年大运 也就是说 你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赵云要告诉我们 我们跟 我们跟这些 COVID-19 跟这些 过着COVID-22 的这些的病毒 我们到底要跟他 或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会 开始比较有点 正常的生活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姐意想事件 好 我们今天可能请 李昭影 我们的 秘密观察师 给我们做人类 跟COVID-19的未来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 相处的一个 他的一个预测 好 根据废头三星 就印度神童的看法 因为现在的星象 有罗侯跟基督 那在之前发生过一次 全部被罗和基督 挡在星盘的另外一边 所以这有封城的现象 是 那这个瑜伽叫做 Kalasaripa Yoga 对表被蛇圈的一圈 可是到4月23号之后 这个Kalasaripa Yoga 会打开 所以我们就 敬请期待 第一个讯息 是4月23号 4月23号 那假设说 那个时候 这个封城打开之后 没有道成大规模流行的话 那 Covid-19的部分 这样的病毒 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了 慢性病 或者是 大家都这么说 对不对 或变成了 一种泪流感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然后它慢慢慢慢的消失 这样子 你觉得它是慢慢消失的 慢慢消失 但是要好几年 好几年 因为有很多的 很多的病症 在当年都是无药医的 可是现在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 所以这需要时间 我自己个人认为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觉得要多久 在刚开始 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 开始发生的时候 他说 这个半年一年就过去了 对不对 没有 我那时候就说不可能 你看他发病 你看他发出 他应该说 如果他是一个商品的话 他上市的时候的逻辑 就不是一个 他没有跟你讲 我要给你搞一夜寝的 我没有给你搞一个 五年十年 我不会放过你 我不会 对 Long Stay 我不会放过人类的 对不对 现在果然到今天 我们都看到 还是继续大规模的传染 而且 因为台湾的防御作势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忽略了 世界上的实相 是 世界上的实相 对 你看像我姐在英国 大概打完三季了 两季 然后 他也都没去哪里 他感染 确诊 然后他在家 就变成他在家 煮饭干嘛 然后戴手套 他摸过东西全部 杀剧 然后干嘛点点点 他说最可怕 他说最可怕的东西是 一到太阳下山就没电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他就没电了 真的没有嗅觉跟味觉 他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煮饭 没有失去了这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 食谱的那个几公克几公克 还是蛮重要的 用chunk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 各种各样的人 大家都现在已经开始 每一个人 都可以谈到 他跟COVID-19 对他影响的故事 其实很多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令人 雀跃的 也有令人 可怕的 对 很多 太多了 看很多 所以在 心态上 我自己的看法 是因为 就以我自己来讲 刚刚这个 赵燕也在提到的时候 跟我原来的想法 很接近的 原因是说 我非常健康的去面对人类跟病毒的相处 是 要非常健康 就是他真的会造成某些人的伤害 没错 对 那你自己做好了防护措施 或者是你自己面对到该有的这些环境的一些状况 就像我们平常要面对流行性感冒来临 也是要口罩洗手 对 大家都 对 小朋友的父母亲都说 肠病毒来临 今年比较少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 我说同样的心态 没错 或者台风要来了 寒流要来了 是不是 人类永远在跟大自然 来面对大自然的变异 是 对不对 所以把它变成一个 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 标准配备 你没有在度过一个特殊时间 这就是平常就是暂时 对我们对我们也是非常时期 可是对于我们的环境来讲 这是正常时期 对 OK 我们今天谢谢你再来跟我们聊这一段 让我们也了解到整个在经文跟挂项上面 未来的这几年当中 我们重复一下重点 就是今年的上半年会不错 对 这个各种植物 丰收 丰收 但是也烂得快 也烂得快 对 那接下来就是会梦乱一个大盘整的时间 然后才会跨距到2023年 对对不对 好 所以2023年是整个接下来2024的20年的布局 布局 跟财富从分配 对 所以你从2024年开始就会出现你真的在 会不会好 这十年大盘能不能丰收 就看你今年跟明年的一个布局 对不对 没错 好 谢谢赵尹 谢谢大家 祝大家 新年快乐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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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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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